側魚蔥這個名字是怎樣的呢 聽聞昔日側魚蔥海灣後面有一座高山 山上有個水潭 潭裡面有不少野生側魚 就故此得名了 昔日這一帶聚集了不少民居 唐樓四處都是 而樓下地鋪就成為食市的集中地 時至今天,海光街、海堤街一帶 一到中午吃飯的時候 真是插針也插不進去 來到海光街,米芝蓮吃嗎 吃 煎麵吃嗎 吃 入了六年米芝蓮的煎麵吃嗎 吃… 這裡 這間日本人氣店 鹽選放在過百年木桶裡 發酵了18個月製成的醬油 再配以沙甸魚和青魚粉 和昆布煮成的醬油湯底 鮮味無比 配合鮮製麵條 挑戰食家終極滋味 很開心 終於不用排隊了 最重要是排隊 很開心 沒錯 怎麼了 怎麼了 我還沒吃過尖麵 真的嗎 真的是嗎 這是我第一位尖麵 尖麵來說 顧名思義就是把麵煎 煎到麵 煎到麵 可以選擇冷或者熱 這是香辣尖麵 我想說,他只用了一味粉 即是不會太辣 這個香辣 我覺得這道香辣很美味 而且上面那層油有些作用 就是令麵條更滑 而且油一點也不簡單 是飯辣杯炸出來的油 即是搖著炸出來的油 我覺得很矜貴 這個就是你了 有140年歷史的醬油拉麵 這是燒黑豚拉麵 這個醬油很美味 一喝下去也覺得有點歷練 有醬油的鹹鹹、甜甜之餘 多了一點鮮味 而且它的醬油好像來自日本的愛媛縣 肥豬肉叉燒 很好吃,肥豬肉的位置溶化了 真的 還有一點焦點 像鹿兒島的豬 真的嗎 對 讓我試試我這個了 我這個也有東西玩 那你玩吧,你選擇 他教我要拌蛋和海魯油麵 我沒想到這個海魯油那麼香 因為剛才他們說 這個海魯油麵 以前用海魯炸出來的油 然後拌在麵上 其實不需要任何湯 但這樣已經很夠味 一點湯也不需要 我覺得這是日本版的蝦子麵的味道 對,有一點 吃完之後 你就可以加一點雞湯 聽說它的雞湯也是用雞殼煮骨 一邊咬出來的 這個雞湯,我感覺到沒有任何調味 完全是讓你加入很濃的尖汁 有一間店舖這麼努力去做一件事 只做一件事,專注做一件事 我已經很值得讚揚